第五課 ASD&AS的五大用法 剛剛如果看完第四課了 辛苦了 我們來進第五課囉 先講第一個基本型你們應該國中都笑過的 ASD&AS 中間這樣 形容詞或者是負詞 和誰一樣 Ricky AS Andy 的括號 神略 所以其實後面有都還是有補 B動詞或一般動詞回去 或住動詞回去 動詞是有補回去的 但是通常我們會省略 來第二句 Andyra can dance as well as Lisa can 如果今天我不是 Andyra dance as well as Lisa 這裡可以寫DES 用DES取代前面的DES 如果我不用住動詞Can 對 然後往下 那NOT或S 可以用SO或AS加上 行動詞ADJDB AS 來如果我要講到動詞 我一定要請出個東西叫住動詞 住V Do DES DED Can May 好 加上ForD 然後AS或是SO Fast as my sister 這個S也是 其實也可以講一樣 我沒有跑的跟我姐姐一樣快 都跑的比我姐姐慢 所以你就算這裡寫S 其實我很喜歡後面的這個S 第一個S是作為 我的想法啦 我自己平常翻譯作為 然後高 然後和誰一樣 因為英文跟中文有些字句上邏輯都不一樣 然後對我來說我會用找一個對我來說比較好記的方式 對 就是我然後和什麼一樣嘛 一樣高 跟Andy一樣 所以對 所以他沒有跑的跟姐姐一樣快 然後再來否定句 跟總之跟剛剛前面提到了 下 來 形容詞加名詞和什麼什麼一樣 我們講到Many跟Match Many加負數 可數 名詞 名詞 Match 加 單數 不可 數 名詞 好 我擁有跟他一樣多的寫 I have as many shoes as she I have as much money as he does I don't have as much money as he does 我沒有跟他一樣有那麼多的錢 好 有發現Match跟Many 我這上次有講過 他們跟名詞是不可以分開的 因為他們不能單獨存在 Many 在英文的寫法絕對沒有as many as Many跟Match 一定要加要嘛 單數要嘛負數的名詞 他們兩個跟名詞是綁在一起的 來 往下看 所以 People living in Hong Kong Currently 最近的 目前的 目前的L1 Use twice as 用了兩倍as many resources As in resources 居民 In China 所以在香港現在用的資源是中國人民的兩倍 香港如果有機會可以去走走 地雖小但是物價很高 然後城市非常的繁榮 好 所以as resources 這裡是支援 這裡這一句也講到是兩倍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有關倍數的 所以在這裡是many要加上 複數名詞 複數resource 好 往下 倍數 sdni 是誰誰誰誰的幾倍 我們把倍數 For example once twice three times four times x 這些倍數的東西擺在前面 然後is 形容詞 或者是副詞 這個跟第一點一樣 就是我中間要講什麼東西的倍數 你要形容它 比它小兩倍 比它大兩倍 比它長兩倍 比它短兩倍 中間要擺上形容的那個點 然後 後面再上個名詞 就是被形容的那個 so this dog is twice as large 比它大 大兩倍 然後as the one that one 就是另外一隻 a狗跟b狗 a大 a狗大b狗兩倍 所以a大b成2 好 that girl is half as the large as this one 所以 b狗 b狗 a狗 乘以2分之1 削一倍吧 還有分次1半 1半 然後我們那時候講 quarter 1 divid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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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想2 divided 1然後下面是第幾個 3分之1 下面這個是分母 這是分值 再來往下最重要的這個 最重要的點 這就是我認為 這次考最多的打型號 最重要的點 ISD念點 Possible Radeer to win again This wins in order to 為了 為了 為了要贏得比賽 Anderson Swain 動詞 As fast 這是復詞的形容 前面的 Possible 盡可能的跑的 游的很快 好 盡可能 As possible As什麼東西 As possible 是盡可能怎麼樣 OK Just talking Call me soon As soon as possible As as 盡可能 As AP 來 在這裡還有講到 我上 我昨天 有講到 VING 跟V開頭的 我們把 Just 擋住 Tell him 告訴他 告訴他 Call me 還是 告訴他 去做 去做這件事情 OK To 後面加 原型動詞 但是 我講過命令 他不會有 第二個動詞 所以說 To這個算不算第二個 其實不算喔 Tel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這個是 Tell to 告訴某人做某字 這個是跳的固定 所謂的類似片語 對 這是跳的片語 用法 所以喔 你在實質上 沒有看到 就是用不定時包住的以外 第二個動詞 所以他是命令 叫他盡快的打給我 As AP這個要盡 這個一定要盡 算也差什麼 這基本上這一句 算是發走 這個整個可以背起來 因為 這是非常非常常見 甚至 我有講過嘛 我們在網路上 在 書信 然後LINE LINE的時候 會打As AP 就叫盡快 盡快給我 盡快感到 盡快怎麼樣 所以As AP 這個很重要 算是差什麼 好 四五課 我覺得 總結來說 四五課 不難 特別是 第四課 是非限定 第五課 是S 其實這兩課不難 但是就差別在信心程度 第四課 就是 逗號 ING 或逗號 非限定 然後 As 第四課 就是第一個 形容詞 是ADJ 還是ADV 像 FAST ADJ 跟FAST ADV 是一樣的 然後 我講過 通常 LY結尾 都會是副詞 但是 有沒有可能 LY結尾 是ADJ的呢 有 但很少 真的很少 再來 這裡的ADJ 他們都有強調是原級喔 所以不會有ER 不會有EST 都不會有 我們的比較級跟最高級 這次是不會出現在這裡的 好 再來 我覺得第五課 你們聽完我現在這樣講 然後我給兩張考卷嘛 整體來說看下來 單字吧 我覺得第四第五課 難的應該都是單字 因為第五課是有關醫療 第四課是有關 莫斯的 是宗教 主題上來說 這兩課比較難的是單字 所以單字那張一定要看 好 第五課文法 好 就這樣囉 沒囉 有問題要再來問喔 好 拜拜